您好,我是陈海音,欢迎收看台湾1001个故事 首先我们来看的是台湾好味道无所不在 就连公司行好的员工餐厅也有让人惊艳的美食 外在台北大直圆山饭店下面的中央广播电台 这地下室的员工餐厅呢 就每天吸引了外面的客人到这里用餐 老板的拿手菜是山东烧鸡 这又酸又香的多汁鸡肉 来自家乡的口味去改良的 特别符合台湾人口味 而老板知足又不急于抢钱的心态 让品质稳定30年不变 那么整个好味道呢 就算是隐身在小地方也有大口碑 什么样的好料让韬客们赞不绝口 替老板大打免费广告 答案是这滋味酸香肉质多汁鲜美的山东烧鸡 温度行啊来啊 对啊 住大马路的应该都不知道 行啊来才懂得的行家滋味 大马路找不到 因为这诱人的山东烧鸡不在大街不在小巷 隐身在台北大直圆山脚下 中央广播电台的员工餐厅里 一大早老板娘沈玉英忙着清洗肉鸡 平日限量50只 隐藏版山东烧鸡对体型很讲究 还肥厌寿都不能入选 三台鸡标准身材才是大众情人 嫩 鸡肉比较嫩 再大一点的就是那种烤鸡 那种 那吹起来就太热了 沐浴之后老板王基勇就要替鸡汁做马沙鸡 最最天然的着色剂 散发淡淡糖香 红沙糖酵 是上色 只是什么味道没有 这是鸡肉上面上个颜色 然后炸出来比较 那个皮也比较很好看 亮亮的 油热的话 不用两三分钟左右 对对 两根 是 鸡汁下锅炸到表皮筋刨酥脆 就可以起锅 除了表面功夫 还兼顾内涵 鸡的油 一片都会去油 炸着油都出来 把油逼出来 变身成为黄金鸡之后 还要再加入八角青葱去腥 增加天然新香 然后是酱油和水 水跟酱油 等一下蒸出了那个汁 我们用那个汁 再去调味淋在鸡上面 就那个鸡的味道就出来了 鸡汁炸到表皮金黄 其实里边还是生肉 还要送进蒸笼做蒸汽浴 趁着蒸煮空档 王基勇把握时间 准备另一项拿手绝活 把打成鱼浆的墨鱼肉 和切丁的墨鱼肉块 一起混合搅拌 王基勇要做的是 他自己摸索出来的墨鱼香肠 切丁的吃的比较脆感 嚼着嘴巴有脆脆的 那个打浆的比较有黏性 都混在一起 猪肉就四比一 就可以灌成熟客 和央广员工最爱的私房味 每到过年前 上百斤不够卖 你这个完全手勾的 是 那你这个过年 你感到什么来得及的啊 就是没有休假 也一直每天都在做 一个半小时后 热腾腾的烧鸡出炉 等到放凉冷却 就可以剥成鸡肉丝 垫上爽脆小黄瓜 在物尽其用 把蒸煮时流出的鸡汁 加上白醋 香油 酱油 香菜 蒜头 调成无敌的特调酱汁 淋上剥好的鸡肉丝 一盘酸香多汁的山东烧鸡 就大功告成 加上炸好的墨鱼香肠 光是这两样 就让王基勇的手艺 在高克口中流传 真正古老味做烧鸡 就这么做的 而且很juicy 没有很干涩 通常烧鸡做得不好 因为它烤得太久 以后都变干了 那它这里面还有水分在里面 这上都是骨头 就是人家找不来拍的 那已经吃成这样子才来拍 这就多难看的 外面的人得专程跑到 隐秘的央广餐厅解馋 进水楼台的电台员工 就可以天天大饱口服 曾经是电视台主播的 帅气台长李游龙 就是王基勇的头号粉丝 我们平常去省预算的时候 接受这个质询的时候 立法委员知道 我们有一个好吃的烧鸡 都会希望我们帮他带过去 所以包括立委来接受访问的时候 就带一只烧鸡 有的时候来宾也会吃个烧鸡 王基勇的山东烧鸡 做得这么好吃 其实是家学渊源 从小妈妈就是她最好的厨艺老师 不过在韩国住过一段时间 也曾经在日本当过料理师傅 加上在台湾落户生根30年 家乡味跟山东家乡口味 已经有些不一样 以前老爷爷做的时候去腌制 把这个鸡也放酱油 葱 姜 蒜 八角 五香 去腌一个晚上 我觉得那样比较咸 我们是用调的汁 淋热的扇面 吃那个酱料 对 是 刚来台湾时 王基勇原本在中和开餐厅 后来经过朋友介绍 他到木炸的国防部营区 经营内部餐厅一坐20年 后来军方单位精简才撤 7年前他辗转包下 央广地下室的员工餐厅经营权 做自助餐和板豆 我在这里人家还是找得到吗 找得到 因为客人都跟着我走 我去哪里都来买 客人跟着好味道走 王基勇光是山东烧鸡这一位 每年过年前订单就超过上千只 赶工到半夜才能休息 问他为什么不到外面开间餐厅 赚得更多更快 个性简单木讷的王基勇 答案很不同于一般的老板 你有够用就好了 不用赚那么多 不用赚太多 所以假日跟着电台休息 就连食材涨价 王基勇能撑就撑 一只鸡卖320元 许多人听了都大户便宜 物超所值 一起工作的太太 儿子和妹妹都支持他的淡定滋味 这个老板不太爱赚钱 老板以服务大众为目的 因为王基勇 央广的员工餐厅跟一般的员工餐厅 很不一样 非员工永远比员工还要多 吃完了嫌不过瘾 还要买新的回家耍汤 我外带半只烧鸡 然后水饺还有墨鱼香肠 对啊 你有这么多料的 对啊 因为这样晚餐就解决了 你知道 刚刚才吃一大桌 对对对 刚刚中午是我吃 然后这些是先生跟小孩吃 对 躲在圆山脚下 好味道藏不住 王基勇的山东烧鸡 证明一件事 有真本事光芒挡不住 哪里都可以是自己的大舞台 看起来